让他进来吧 是 郭将军 衣衫褴褂面带菜色 你多少天没吃饱饭了 有些日子了 那你为什么不先吃饱饭 换件衣服再来见我 我来这儿 不是为了掏口饭吃 掏身衣服穿 而是希望从军 你已经见过大将军的手下了 为什么非要见大将军呢 说吧 你想要做什么 我要做个兵 讨个兵做 那为什么非要见大将军呢 说吧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来这儿 只是想做一个 普普通通的士兵 还请郭将军允准 我这有一封 王燕超将军的举荐信 是举荐你的 王大人输给我一个赌 故自俱将 王燕超大人输你一个什么赌啊 不足过时 所以你就来找我 我并不知道 还将给你写了这封信 但至少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啊 赵鸿音 开封的禁军统领啊 既然你爹是赵鸿音 那你应该到你爹身边去做事啊 那样离家近 也方便些嘛 如果你缺少盘缠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赵鸿音 敢问您是 柴荣 军中副将 他是我外侄 也是我的义子 柴将军 我在外漂泊已经将近两年了 之所以今日站在这儿 没有回家 是因为我最想做的事 是独自闯荡天下 我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依靠父亲 怎么会启动 李宗姝 军 录音 编音 军 军 军 父亲 柴蓉请求赵匡胤入军 赵匡胤 我可以留下你 但是你至今也没有说服我 你为什么非要做一个小兵啊 我是想到天下去看看 看看这天下的百姓 究竟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我想看看我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到底做什么事才是最合适的 眼下我最想做的就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 还望我将军恩主 好你的照顾帮应该 好 我答应你 你就做一个小兵 现在是军中用人之计 你不能离我太远 父亲 柴蓉请求赵匡胤做我的亲兵 赵匡胤 你可想好啊 当他的亲兵 三天三夜睡不到葫芦觉 只能打赢 只能打赢 只能成功 柴将军 我还有两个兄弟 是跟我一起来的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事儿 饿晕了 来 月红 月红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正要去向你们告别呢 谢谢你们这些日子这么照顾我 我要走了 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你要是走了 婆婆会觉得我对你不好 她会怪罪我的 月红 你可一定要留下来 你放心 我会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你的 可是 我们非亲非故的 我总不能不由分说让赵家养活着 你们救了我的命 我的病也好了 我已经很感谢你们了 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来 让我走吧 月红 虽然我不知道婆婆干嘛要对你这么好 可我也是自幼没有娘的人 我知道一个女孩子的艰难 更何况你的身世 比我更不容易 来 将军 将军 什么事 走 除了之前朝中大臣联名书信 要我们赶紧攻城之外 传令官现在已经往这赶了 而且刘承佑连发了三道令牌 要我们赶紧动手 还有您的儿子和柴将军的儿子 已经被送去和刘承佑的皇子 一起读书起居了 说是陪太子读书 其实是被控制了 刘承佑难道不知道这仗难打 如果没有梁某 贸然的进步 那就是找死 白文可和李守珍交出了几个月 随兵折将上万 那就是活例子 官家现在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话 陛下御史到 郭卫听旨 臣郭卫听旨 来三道领牌 要求郭卫全军四个十身之内备战迎敌 我们陛下祖宫在此督战 若再不动 违抗圣旨就必逞犯号 押回仇 严加问罪 臣遵旨 四个时辰 父亲 还有四个时辰 要马上回崇军大让的领 还有 白文可还在咱们手里 要不咱们先斩了它 以朕做士气准备工程 没了 再等一等 这样 你跟我去河中城跑上一圈 走 婆婆既然让我们接拜 我们就是姐妹了 你家人 怎么能说是非亲非故的人呢 我 至少让我们帮你找到你要找的人 再放心踏实地让你走 也算给邝爷一个交代 再说 你留下来了 咱俩做个伴儿 也有个说话的人 不瞒你说 我都好久都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 以后你这缺什么少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千万别客气啊 你看 咱俩的身脸差不多 以后我捡几套宿静的衣服来 你要喜欢就换点穿穿 留下了 别走了 下 非 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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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大将军 再过两个神神 再不共诚的话 我们就要被治罪了 太荣 这一圈走下来 你的想法怎么样 依我看 现在我们就按照陛下的三道指的一行事 击鼓开战 但是不是让我们的士兵冲锋陷阵 让我们多点别的火器 并不是真正的大城 将军 为什么不牵着神力军新来 一鼓作气全力攻城 就此拿下河中城 如今正值官家顶胜之计 怎么干脆让士兵们背水一战呢 都是奔着大仗来的 现在不打 咱们能赢 太荣啊 你具体地说说 到底做了什么火器 大将军 您要是首肯 就下令三军马上驻战 驻战 出发手 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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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听 这国威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还是打他一下 到底要干什么 这国威是不是不想躺啊 也想跟咱们一样 让刘成佑气出劲了 怕会不会开封 踏为他 咱们粮草充毒不怕 那还赢 现在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赢你赢个屁敌呀 赶车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诸位大人 你们给我谨提一下 郭威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 臣 不在河中城 只敢妄加揣测 郭威大将军号令三军 那自有他的谋划吧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是他自己的谋划 这是什么狗屁的鬼谋划 这 郭威 还有他身边的那群人 就像是伤寒症一样 影响着你们每一个人 自从他回来之后 你们是不是都在心里琢磨着 怎么既不得罪他 也不得罪我 因为你们心里都在想着 郭威万一要是成了事 我刘成佑丢了脑袋 你们好能够趋炎覆势 见风使舵 说真的 你们哪一个心里 是揣着咱们厚瀚的江山 担忧着王国 你们都在等着 我从这儿滚下来的笑话 臣等都是担心厚瀚的安危 忠心天剑 绝无其他想法 我的宰相苏逢吉大人 臣 咱们的文武官员 一共有多少啊 启禀陛下 一千二百五十四名 够用啊 来人 传旨 从郭威大将军 在河中城铸寨的今天起 我一天杀一个大臣 军家做的西班 河中城铸寨的世界 主人带有很多东西 你回去吧 郭将军 我求你了 你就下领打吧 要不然这一天天耗下去 朝中死的人更多 御师大人 你回去就跟官家说 不管他能不能听得进去 你就说 国为助寨 就是在为厚瀚江山着想 就是在为了 拿下河中城做的技艺 我不这样 于死网破 就算他每天再杀更多的人 厚瀚江山也一定是礼儀 开紧了 让将士们按顺序 进入营阵 是 将军 看来他今天又不当了 咱就让他这么撤 不 撤 可惟 又在西门我们 那怎么办 来 往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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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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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快起来 拿起兵器快撤 快出 快 出 来 快撤了 咱们追吧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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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撤 撤 就这么撤了 情不可惜了吗 你懂什么 咱们要呢 就是围绕营阵 以免郭家军的伤威 要打吧 帝国十足的马王 撤 快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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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撤了 那我们追马 去追 先去撤 撤 撤 打起兵械 快撤 哎 老妩 嗯 想 想 想什么呢 想啥 这打着什么仗啊真是 累啊 趁咱俩都累 行了 别 别说了 我 我都 都 都知道 郭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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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这这 全 全全都给毁了 兄 兄 兄弟们 这几个月的辛苦 全 全都白费了 集合军队 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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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的命令 再次驻阉 还有具 Mus shampoo 郭大将军 古老大将军 攻城 足道 攻城 攻城 唯令者斩 斩 这 还要住这儿 这不白费力气不住 是啊 有什么用啊 我怎么搜主意 在这 让一下 大家女 这国威是越来越看不懂的 有什么看不懂的 他们不就是做到样子吗 他们这样拆了盖 盖了拆 我们就耐心等待 等它盖起来 咱们就再拆它一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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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久不上阵 个个都体态庸主 笨说笨说 这一个武将 就应该有铁打一样的线条跟身体 怎么能因为携战而荒废度日呢 他们一个个 已经使出吃奶的力量很 没有带力气上场 但是 他们也是个个拼命了 帅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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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盘啊